我們上一堂課 最後我們談的這個 Toy Machine的Programming 我們說我們的目標是要 建造一部電腦 這部電腦的interface長像這個樣子 上禮拜我們其實也用Toy Machine的模擬器 寫了一些程式給大家看 這部電腦裡面 有什麼很快的 再跟大家複習一下 首先你有 16個暫存器 從R1到 R0到R15 R0到RF 然後你有256個 Words的Memory 每一個Word是16個bit 然後它的位置會從00編號到FF FF這個位置保留給IO用 我們今天會看到一些例子 另外還有Program Counter Program Counter 這個基本上會 Always指向你下一個 要被執行的程式 的那一行指令 所在的位置 另外佔存器的00 R0是Always放0 那你有16個指令可以用 我們上禮拜把這些指令分成三群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那第0號指令是HALT 然後接下來的六個指令 就是我們ALU的可以做的加法減法 然後END跟XOR 然後SHIFT LEFT跟SHIFT RIGHT 那接下來的五個指令 是跟 資料的搬移有關 那 那 第7號指令 叫做Load Edges 那這個我們還沒有談過 我們今天會講到 那第8跟第9號指令呢 分別是Load跟Store 這兩個指令其實我們上禮拜有談過 那Load跟Store其實是 是蠻重要的一個指令 因為它 負責呢 把資料呢 從記憶體搬到佔存器 跟從佔存器搬回記憶體 那這個在 所謂的RISC architecture裡面呢 Load跟Store 是它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指令 所以基本上有這樣子的指令的機器 基本上都蠻 應該都蠻具有RISC的那些特性 就像是ARM這樣的process 都有這樣子的一個 Load跟Store指令 那接下來的第10跟11號指令呢 我們今天會看到 叫Load Indirect跟Store Indirect 它是Load跟Store的一個變形 那最後的四個指令呢 會跟Flow Control有關 上禮拜我們談過了 Branch Zero 就是C這個指令 那第一是Branch Positive 那它的功能呢 跟Branch Zero很接近 那最後兩個指令呢 E跟F呢 一個叫做 Jump and Link 一個叫做 Jump Regist 這兩個呢 我們在今天的 談這一個ToyPro歸名的時候 最後我們會看到 好 那所以你手邊有的工具呢 就是這16個指令 你要用這16個指令呢 去寫出你的程式來 然後呢 持續的改變你的記憶體的狀態 一直到呢 你的程式呢 達到你希望運算的結果為止 好那這個是Toy的指令的編碼 好 那麼16個指令 這16個指令呢 用這個4個bit來 encode 那我們就是所謂的OP code 會放在指令的最前面 那每一個指令都16個bit 那這16個bit指令的最前面4個bit呢 就是OP code 這是一定的 所以由指令的最前面4個bit呢 你就可以判斷呢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指令 然後我們有兩種的指令編碼的形式 Formator 1跟Formator 2 那這兩個指令的編碼形式 最大的差異在於說呢 有沒有用到記憶體的位置 對不對 如果你用到記憶體的位置的話呢 你就用Formator 2來編碼 如果你不會用到記憶體的位置的話呢 你就用Formator 1來編碼 所以Formator 1呢 基本上就是三個暫存器的位置 那分別對應到Distination Source 1跟Source 2 那Formator 2呢 會包含一個暫存器的編碼 就是Distination 以及呢8個bit的位置 會放在指令的最後面8個bit 那每一個指令呢 Depends on它有沒有用到這個位置 如果有用到位置的話 就Formator 2 然後否則的話就Formator 1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些指令 有些是Formator 1 有些是Formator 2 那你根據這個指令的Formator 把你要操作的對象 也就是所謂暫存器 或者是記憶體的位置呢 Encode在後面的12個bit裡面 大概用這樣的方式 來進行程式的寫作 那我們上禮拜呢 首先看了加法的程式啦 加法程式我想很簡單 我們就不去談它 那我們最後呢 其實介紹一個程法的程式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介紹用連加法來做程法 那A乘以B呢 就是呢把這個B呢加A次 把B加A次 所以從高級語言來看呢 你可以看到呢 我有三個變數A B C 那A跟B呢 是我乘數跟倍乘數 C呢是我的乘跡 那我一開始呢把C呢 已經秀還是為0 然後呢我接下來進入一個回圈 這個回圈呢會做A一次 每一次呢會把C加上B 那最終的結果呢 C就是A乘以B的結果 那是高級語言的一個做法 那我們上禮拜也看到 怎麼樣把這個高級語言的 這個程式碼呢寫出對應的Toy的Machine Code 這是Toy的對應的Machine Code 然後呢它基本上會用連加法的形式呢 來做懲罰 不過我們上禮拜最後有談到呢 這一個方法 這個程式雖然可以算出成績 不過呢我們如果去分析它的 這個回圈執行的速度的話呢 你會發現這個回圈要執行A次 那現在在我們的Case裡面A是3 所以這回圈呢做三次 要做三個加法 那如果你現在做的是 比如說1萬乘1 那麼呢你這回圈呢要做1萬次 每次加上1 所以你的回圈就變了 這乘法的運算就變很慢 所以Overall呢 這樣子也給演算法 就是連加法來做乘法呢 會跟你的這個 乘數跟倍乘數裡面最小的那一個 乘這個線性的關係嘛對不對 對 就是說A跟B裡面最小的那一個 那你的回圈呢就要做那麼多次 那當這個A跟B都很大的時候 你為了算這個乘法呢 這回圈呢就要run非常多次 並不見得是一種很有效率的做法 所以呢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乘法的一個演算法 並且呢用這個Toy的機械語言呢把它是做出來 好不過這個演算法呢其實就是 之前我們在介紹懲罰器的時候 我們之前就看過了 就我們之前介紹這個ALU的時候 我們最後其實談了一下懲罰器 我們怎麼樣來做懲罰 那我們說了二進位的懲罰呢 其實跟十進位的懲罰 它基本原理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相對來講更簡單 為什麼因為它只有0跟1 如果你看左邊十進位的乘法 那我們就會看到呢這個乘數跟被乘數 比如說我們做的是1234乘上1512 對不對然後就把每一個位數 被乘數的每一個位數呢乘上乘數 比如說呢我們會拿2呢 就是1512的這個2 1512這個2呢就乘上呢 1234我們就得到了2468 OK然後呢拿這個1呢 去乘上1234 我們就得到1234 可是因為這個1呢 實際上在十進 是在十位數 也就是說呢 你實際上是拿十去乘上1234 所以它的位置有點shift 我這個1234跟2468的關係呢 是有點點的shift 為什麼呢因為你這個1呢 跟那個2呢 一個是個位數一個是十位數 他們代表的位置不一樣 所以呢我在這個乘機呢 它擺放的位置有點不一樣 相當於這邊乘上個0的意思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這個5乘上這個1234呢 你得到 6170 可是實際上呢 後面要加兩個0 所以它的位置呢 擺放有點不太一樣 最終呢 你把這所有的 部分的這個成績的結果呢 全部加起來 你就得到呢 十進位的成績的結果 這我們在十進位的時候 大家都很熟悉這樣的做法 那所以在二進位呢 其實也沒什麼不一樣 所以右邊你看到 就是一個二進位的成績 1011乘上呢 1101對不對 然後呢一樣呢 你會把每一個這個 被乘數的每個位數 去乘上的乘數 比如說呢 這個的 第0位呢是1 所以1乘上101就是101 然後0乘上101呢就是0 一樣的你會根據它所 在的位數呢 會做一個適當的轉移 那最終呢 你把所有的這個 部分的成績呢 全部加起來 你就得到呢 二進位的成績的結果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 如果其實跟十進位 一模一樣 是一模一樣的 而且呢 相對更簡單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呢 只有乘以1或乘以0 乘以1的話 就整個複製下來 乘以0呢就是不要加了 對不對 所以二進位的成績呢 如果是1呢 因為你的這個 乘上的那個數呢 只有1或0 如果乘上1 那你基本上就是複製 當然要做一個適當的 轉移 因為跟你所在 那個1所在是 第0位 第1位 還第2位有關 那如果乘上0 就基本上就直接忽略它了 就不用加它了 OK 好 所以這個 用這樣來做乘法的話呢 應該會更有效率 那它大概會 這個乘法的回圈的次數呢 會跟你的這個 資料的bit數有關 像我們的Case裡面呢 在這個Case裡面是4個bit 那你知道這個回圈 基本上做4次 那我們的Toy Machine呢 是16bit的Machine 所以我們的A跟B呢 可能都是16個bit 那你之後回圈呢 就是Round16次 OK 一定是Round16次 不管你的A跟B多大 因為它是一個16bit的乘數 所以我基本上 就是16次就可以做完了 好 所以呢 這樣子的一個乘法 基本上我們把它稱為 所謂Constant Time 因為呢 其實也不是真的Constant Time 比較像是LogN N是你的這個乘數的這個數字 那這個呢 乘法差不多是LogN的 OK 那剛剛的乘法呢 是N的 OK 所以我們之前用連加百來做的 這個乘法的複雜度呢 大概是N 然後呢 用Bits來做乘法呢 這個大概是LogN OK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的這個 乘法的一個做法 那上面可以看到一個SudoCore 所以一樣我會先把我的乘機呢 C呢 Initualize為0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每一次呢 去看B的第1個bit 如果B的第1個bit 是0的話 那就什麼都不用做 如果B的第1個bit 是個1的話 那麼你要做什麼 你要呢 把C呢 加上 這個A呢 向 右邊呢 Shift i個bit 對不對 如果第1個bit B的第1個bit 是1的話 那你就要把這一個 A呢 向 左邊啦 向左邊 Shift i個bit 因為呢 BI是B的第1個bit 表示呢 它後面跟著 i-1個0嘛 我I個0啦 因為我們從0開始算 後面跟著I個0 所以呢 我乘上1嘛 因為B的第1個bit 是1 所以呢 乘上A以後呢 它就把A複製下來 可是後面會跟著呢 I個0 所以呢 相當於我加的那個東西呢 是 A這個數字 後面呢 加了I個0 所以相當於把B呢 向左邊 Shift i個bit 然後把這個數呢 再加上我的成績 所以對應的這個 Java的一個版本呢 Java跟C長很像啦 所以看到呢 下面呢 是Java的這個 對應的code 對不對 一開始讓C等於0 接下來呢 我做一個回圈 這回圈呢 做16次 那我從第15個bit開始看 一直看到第0個bit 對不對 然後呢 我就看一下呢 B的第1個bit 這個 這個邏輯可能暫時看不懂 不過這個東西呢 就是在看呢 B的第1個bit 是0還是1 所以 如果B的第1個bit 是1的話 那麼呢 我就把C加上 A向左邊 Shift i個bit OK 否則的話就不用做 所以這基本上就是 我們講的一個 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懲罰 這個懲罰呢 你可以看到回圈呢 一定RUN16次 一定RUN16次 OK 就跟你的A 這個大小呢 基本上無關啦 OK 好那現在問題是 我怎麼樣把這樣子 一段code 這個可能就四行的 C的code 或Java的code 我怎麼樣把它呢 用這個 Toy Machine 的Machine Code 把它實做出來 最複雜就是這個回圈 因為呢 我們這些 High Level Language 支援Fall這樣的一個回圈 它有這樣一個形式 對不對 這個我們Fall應該教過了吧 那Fall回圈裡面呢 會包含的最左邊 是所謂的Initialization 讓I等15 那中間呢 是這個判斷的一個 要不要繼續的condition 這邊呢 是如果呢 I大於等於0 我就繼續做 那最 所以 右邊呢 I減減呢 是我每次做完回圈之後呢 我會來update 我的一些 變數 然後最右邊這邊呢 是在進行的 回圈的最後 進行的update 那可是我們的 這個Toy Machine裡面 沒有這些東西 那Toy Machine裡面 唯一有的是什麼 就是 Conditional Jump Branch Zero Branch Positive 也就是說呢 我只能看某個 暫存器的內容是不是0 如果是0的話 我就呢 跳到你規定的那個位置去執行 否則的話呢 我就繼續呢 往下一行執行 OK 所以呢 在Toy Machine裡面呢 always只有 jump或不要jump jump就是跳到你規定的那一行 不要jump就是執行 繼續 依序的 往下執行 OK 好 那問題是我怎麼樣 把這個 High Level Language的回圈呢 拆開來 寫成 Toy Machine可以接受的形式 大概是我接下來準備要做的事 不過在那之前呢 我們得要介紹一些指令 比如說這邊有些操作 我們必須要知道怎麼樣Toy Machine來做 比如說 Shift 比如說 End OK 好 那所以呢接下來我們會介紹呢 第五號指令 Shift Left 這是Toy Machine的第五號指令 Shift Left OK 那我們先回去看一下我們的這個Toy Machine的這個 我們講那個reference card 就是 這一張 OK 我們來看一下第五號指令 第五號指令呢 它的Operation 就是Shift Left 它是一個Format 1的指令 然後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Semantics 就它的Sudo Code呢 是RD呢 會等於Rs呢 向左邊呢 Shift RT個Bits OK 所以它會用到兩個占存器 三個占存器 對不對 D呢 是Dissolution 那Rs呢 是要被Shift的那一個 數字 Rt呢 是Bits數 OK 所以呢 我們大概知道怎麼樣用第五號指令 那我們順便看一下第六號指令 第六號指令 跟第五號指令長得很像 唯一的差別 一個是Shift Left 一個是Shift Right OK 好 那我們再回到第五號指令這一邊 好 我們剛剛講過了 第五號指令是Shift Left 那Shift 我們之前在談Shift的時候 我們稍微談過了 對不對 那就向左邊Shift 比如說所有東西呢 都向左邊呢 移動 你規定的位元素 OK 好我們下面舉個例子 比如說呢 123416bit 應該16進位啦 123416進位 OK 像 左邊Shift的7個bit OK 好那1234呢 基本上就是0001嘛 0010 0011 0100 對不對 1234 是整個樣子 好那我要把整個 整個這個1234呢 16進位呢 向左邊Shift的7個bit 然後呢 最前面7個bit呢 就基本上會被 Shift出去了 所以它就基本上不見了 然後呢 剩下的每一個人 都向左邊移動7個bit 所以這個0 現在會跑到這裡來 移動7個bit 那這個0呢 會跑到這裡來 移動7個bit 那中間呢 就是 Copy過來 OK 所以我們就把 剩下的這9個bit Copy到最前面的9個bit 好那最後呢 我會空出7個bit 因為我所有人都向左邊Shift 7個bit 所以呢 最後會留下7個bit 我會把它補上0 所以這邊我們補上0 OK 這叫向左邊Shift OK 那我們上0 之前我們有談過呢 這個操作 大概呢 Shift的N個bit呢 相當於 把這個數字呢 乘上2的N次方 OK 這蠻容易理解 為什麼 因為每一個人的位置 都向左邊Shift7個bit 它的權重呢 都相當於呢 會提升 這個2的7次方 大家還記得的話 第0位代表的權重是2的0次方 這是2的1次方 2的2次方 對不對 那這個本來是在 2的8次方 現在呢 變成2的15次方 對不對 因為本來就第8個bit 現在變成第15個bit 表示呢 它本來權重是2的8次方 現在變成2的15次方 是不是大概提升了 這個2的7次方 所以每一個人都乘上2的7次方 大概是這個意思 每一個人都乘上2的7次方 每一個人的權重都乘上2的7次方 是不是整個呢 就乘上 整個數字呢 會乘上2的7次方 所以像左邊ShiftN個bit呢 相當於把這個數呢 乘上2的N次方 OK 好這Shift的一個作用 當然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我們大家會看到 好這ShiftLeft 那ShiftRight呢 基本上的想法是一樣的 只是現在我們大家都往右邊移動 那往右邊移動的 Roughly呢 是除以2的N次方 Roughly啦 因為除這個數 除這個操作比較複雜 OK 好可是呢 這會牽涉到另外一個問題 當你移出去之後要補什麼 我們往左邊的時候移出去就補0了 當然沒什麼好講 可是當你往右邊移的時候 那空出來 現在空了在前面喔 空了在前面 要補什麼 基本上有兩種做法 一種補法是補0 另外一種做法是補Sign 我們稱為Sign Extension 那補0的那種我們稱為Logic Shift OK 應該就是說如果補0 我們稱為Logic Shift 那如果補Sign呢 我們稱為Arismatic Shift 一個是算數上面的Shift 一個是邏輯上面的Shift 補0的話是邏輯上面的Shift 補Sign的話是算數上面的Shift 那補Sign就是說呢 如果你SiBit是0就補0 SiBit是1就補1 你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你是正數就補0 你負數都補1的意思 OK 那為什麼要補Sign呢 因為呢 當你做SiExtension 就是補Sign的時候呢 你的結果 原則上呢 就跟除以2的N次方呢 是一樣的 不管你是正數還是負數 那反過來如果你是補0的話 那你本來是個負數 現在補了0進來 那你肯定你的結果呢 會變成 從負數變正數嘛 因為補0 對 我們來詮釋 如果把它當有號數來看 就變正數了 所以它就不會是一個 合理的 算數上面的結果 可是邏輯上 你可能會需要用這一種 所以有的機器會 同時支援呢 Arismatic Shift跟Logic Shift Depent on你要用哪一種 Toy Machine的支持 支援的是 下面這一種 Toy Machine支援的是 Arismatic Shift 比如說補Sign 然後補Sign 比如說如果你正數 它會補0 如果你負數它會補1 跟你的SiExtension一模一樣 所以我們把這樣的一個做法 稱為SiExtension OK 那我們把一樣 1234 這次呢 我們向右邊移7個bit 所以所有人呢 所以最後面這7個bit 原則上就被移出去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看不到了 那這個呢 會向右邊移7個bit 那這個呢 會向右邊呢 這個應該移到這裡 OK 這個移到這裡 OK 好那前面的7個 這7個呢 是你要補的 那這邊呢 我們是補Sign SignExtension 那現在Signbit是0 所以就補0 OK 好那這大概 應該可以理解 因為它跟 向左邊跟向右邊 Signbit的邏輯是一樣 唯一的差別是補什麼 補什麼 那你向左邊移的時候呢 就補0 沒什麼好講的 可是向右邊移的時候呢 有兩種可能性 那我們Toy Machine呢 選擇的是補Sign 就是SignExtension 那這個case裡面 剛好是0 所以它就補0 不過下個case呢 它就是補1 因為呢 我現在是把FFCA 向右邊Signbit 就是2個bit 那FFCA呢 其實就是-53了 如果把這16個bit 當作有號數 Post Complement來解釋的話 FFCA這個數呢 其實-53 OK 好那你把 依照這個 這個所謂的 Arismatic Shift呢 向右邊Signbit 2個bit 你得到那個數呢 首先我們來看 先看shift 我們先來看上面 再來看怎麼詮釋它 對不對 FFCA 這個F呢就是1111 F呢1111 C呢就是1100 A呢就是1010 OK 然後把向右邊Signbit 兩個bit 所以最後這兩個bit 就看不到了 那這個0呢會跑到這裡來 跑兩個bit嘛 這個E會跑到這裡來 依此類推 最前面這個E呢 會跑到這裡來 好那我多出了兩個bit 多出了兩個bit 那這兩個bit它補什麼 根據Sign Extension呢 我要補Signbit 那Signbit是1 所以我補兩個E OK 好所以呢 我shift結果呢 就會變成 這個FFF2 FFF2 OK 那這個數呢 如果你用 Tools Complement去解釋 它就是-13 那你看到-53除以4 差不多呢 就是-13 那還有餘數 餘數我就看不到了 因為餘數被shift出去了 OK 這我剛剛講的為什麼 Busine 因為Busine的結果呢 就是Arismatic Shift 向右邊的Arismatic Shift 相當於除以2的N次方的結果 不管你是正數或負數都成立 OK 這為什麼我們Busine的原因 OK 好那是Toy Machine的ShiftRight 它的一個implementation 那我們說你可以選擇 這兩種選擇器都合理了 都有它的需要的情境 那只是呢 在Toy裡面 我們只支援Arismatic Shift OK 好那我們大概知道這個可以了 好 而不是說Shift呢 基本上可以用來做2的N次方 的乘法跟除法 的一個速算法 那它還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什麼樣的作用呢 我們可以用來做呢 Mask It OK 你還記得的話 我們剛需要呢 看這個B的第1個bit 對不對 我們需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想要知道 一個16個bit整數的第1個bit 是0還是1 我們不需要知道這件事 那問題是 我們沒有任何操作 可以讓你做這件事喔 你可以看到我們16個指令裡面 並沒有任何指令可以讓你看到呢 某個暫存器的第幾個bit是什麼 好那我們怎麼樣達到這件事 我想要看 B這個數字的第1個bit 到底是0還是1 那首先呢 其實B 這我們剛剛有看過 就是說你 你只要把B呢 向 右邊Shift的1個bit 然後呢 再把它跟E end起來 你得到的結果呢 其實就是B的第1個bit 那為什麼 因為你還記得的話 B的第1個bit 表示什麼 這個bit 第1位 所以這裡面放的是BI對不對 那表示它後面呢 其實有I個0 有I個數啦 I個bit 不是0 那所以當你把它 向右邊Shift I個bit的時候 BI呢 就被你移到呢 最後面去了 那前面呢 會補上0 OK 前面 其實補上什麼不重要啦 因為 當你會把它 我們當然會把end1嘛 end1的意思就是說呢 我會跟 這個東西做end bitwise end 所以這裡面 不管是什麼東西 都會跟0做end 對不對 所以它不管補0還補1 都無所謂 因為它跟0做end的結果 就不會發生影響 唯一會對結果產生影響 就是最後面這個bit 是0還是1 所以如果BI是0 跟1做end 結果會是0 BI如果是1 跟1做end 結果會是1 所以呢 我用把 B呢 向右邊Shift I個bit 再跟1做end的結果呢 相當就告訴你呢 B的第1個bit是0還是1 OK 好 那這個就是 我們怎麼樣去取得 一個數字的第1個bit 的一個做法 OK 所以這邊我們會用到end 那end的話呢 是第三號指令 那你可以想像 它基本上就是把 你要記得的話 它應該是Formate 1 Formate 1的話 就是OP code 然後Discination Source 兩個Source S跟T 那S跟T呢 就是你兩個要做end 那兩個占存器 D呢 就是結果要儲存的那個占存器 OK 那我們做的是bitwise end 基本上就是把16個bit 每一個bit呢 分別做end的結果 存在另外一個占存器裡面 OK 好 這我們剛剛講的 所以我可以用Shift加上end呢 達到呢 取得第1個bit 的一個結果 比如說我要取得1234的第7個bit OK 那我就是把1234呢 向右邊 Shift的7個bit 再把那個結果呢 跟1做end 看它是0還是1 我就知道呢 1234的第7個bit 是0還是1 OK 好了 有這些的指令之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回來看 這個乘法了 最上面那個乘法 我們目標就是做這件事嘛 把這四行的Dropa code 轉換成一個Toy machine code 轉換成一個Toy machine code 那最複雜的就是我剛剛說的 是那個回圈 那個回圈呢 你必須要把它拆開來 你必須要自己做 High Level Language 其實也就是幫你做了一些事情 那最底層呢 不管是Toy 還是呢 你的桌上電腦 用的這個Intel 還是你的手機裡面用的Arm 絕對不是這樣做的 它就只有Flow Control OK 我就像我們Toy machine一樣 也許形式不一樣 不過基本的邏輯一樣 它就只有Flow Control 它只能判斷暫存器的內容 是正還是負 然後跳到哪裡去 也許稍微複雜一點點 不過呢 基本上邏輯都是這樣 它絕對不會有這種 Full這樣子的一個高階的 語言的一個指令 所以這些高階語言的指令呢 都需要透過編譯器把它編譯成 機器能夠懂的 在我們的Case裡面呢 就是Toy machine能夠懂的 OK 好 所以我們不需要把這個Full先拆開來 那你還記得 這個Full呢 基本上分三部分嘛 對不對 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這第一部分呢 是Initialization 就在最前面做了 所以相當於呢 我一定有地方呢 寫這個 I等於15 然後在這邊是一個回圈 也就是說呢 它是一個Do Why 它會做某件事情 那Why有什麼呢 就要看這個條件嘛 就第二部分 如果I大於等於0 就繼續做 對不對 所以這邊的話 原則上是說 如果I大於等於0 就繼續做 好那這第三部分呢 就是每次做完 你要做事情之後呢 最後呢 我要先做這件事嘛 OK 所以原則上這個回圈 如果要拆開來的話呢 就會長成這個樣子 那這個Why 那這個Why 如果你還記得的話 基本上就是一個 我們就判斷呢 這個條件有沒有成立 如果成立的話 就GoTo那裡 否則的話呢 就往下繼續做了 相當於離開回圈 OK 所以上面這一個Fall回圈 原則上拆開來 會拆成這個樣子 好那其實 即使拆成這樣 我們TOMC還是不會做 為什麼 因為他說呢 I大於等於0 TOMC沒有大於等於0這件事 他只有大於0 或者等於0 當然你要把它分開來做測試 是可以的啦 只是說 會讓事情變得 比較複雜一點點 變得比較複雜一點點 OK 所以我們原則上呢 想要把這裡改成呢 大於0 不要大於等於0 那所以呢 我們就把這個改成16 從16開始 大於0就繼續做 等於0 那我們就不做了就出來了 所以一樣做16次嘛 一樣做16次 可是呢 我這邊的條件呢 就不用大於等於 因為大於等於 對於TOMC來講比較麻煩 因為我們只有C 第C號指令是 判斷是不是0 然後第D號指令判斷 是不是大於0 我們並沒有說大於等於0 沒辦法判斷一個暫存器 是不是大於等於0 OK 我們只能判斷他大於0 或等於0 各是一個指令 對不對 所以你要判斷他 是不是大於等於0 這件事情 就比較麻煩一點啦 不是說不能做 比較麻煩一點 那我們就可以稍微變化一下 這樣讓整個程式邏輯 實做起來會稍微簡單一點 那我們就把它變成呢 從16開始 大於0呢 才繼續做 等於0 我們就離開了 所以你本來原來要少做一次 可是我現在從16開始 所以原則上呢 還是一樣做16次 還是一樣做16次 OK 好 好 那我們大致上 把這個大字的邏輯 我寫在右邊 那我實際上呢 這個TOY的程式 我寫在左邊 那我們再做一次 這個程式比較稍微複雜一點 比上禮拜看到了會複雜一些 好 如果你要記得的話 我們的convention 大概是呢 我們的這個TOY的program 會從10這個位置開始跑 那10以前的這個區段呢 你可以拿來放資料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程式呢 會從10開始跑 真正的code會從10開始 那10以前你可以放資料 所以你要先想想看 你需要什麼資料 那我們這邊一樣呢 是A等於3 B等於9 我們一樣要做3乘以9 OK 所以你一樣呢 需要把3跟9 存在你的記憶體的某處 當然也可以讓使用者 輸入進來了 OK 那就不用把這個乘數 跟倍乘數存起來 不過在這個case裡面 我們假設 您知道我們要做的是3乘以9 所以我們就把乘數跟倍乘數 就是3跟9 分別把它放到 我們的位置 我們就 前面16個bit 16個word隨便你用 那你放哪裡都可以 那我們跟上禮拜一樣 因為我們這個變數是A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位置0A的地方 0A的地方 放3 所以就0003 對不對 0B的地方 我們放9 就是0009 那C呢 其實你可以不留位置給他 不過我們還是留個位置給他 那X才放0000 對不對 所以相當於位置0A 就是我變數A 真正在記憶體裡面的位置 那位置0B呢 就是我變數B 在記憶體裡面的位置 那位置0C呢 就是我變數C 在記憶體裡面的位置 那當然你要知道呢 A B C呢 是我常常需要用到的 所以呢 其實呢 他們除了記憶體有個copy之外 他們的暫存器也有個copy 對不對 你要記得記憶體跟暫存器 這差別在哪裡 因為我們tool machine裡面呢 只能對暫存器做操作 所以所有需要運算的資料呢 都要先搬到暫存器來 那不用的資料呢 我們會存在記憶體 所以說真正 原本這一些變數 它真正的位置是在記憶體裡面 可是當我在對這個變數進行操作的時候 如果我的記憶體還有空間 我會把這些正在進行操作中的變數呢 暫時的搬到暫存器來 在暫存器這邊操作完之後呢 再把這些變數呢 update回記憶體去 正式的邏輯是這個樣子 當然有時候你不需要update回去 比如說在這個case裡面呢 我們算完3乘以9的結果 我就把它印出來了 我並沒有必要把它寫回去 反過來講如果稍後有需要變數c的話 那你算完27之後呢 你要把它寫回位子0c 它才會永遠被留在那裡 要不然那暫存器很有可能 被recycle到其他人去使用嘛 ok 那這個邏輯上 就是暫存器跟記憶體的使用邏輯 是這個樣子 原則上所有資料應該都在這個記憶體裡面 只有當它在被運算的時候 我就把它搬到暫存器來 當它被算完了以後 我應該把這個資料呢 結果呢再update回記憶體去 ok 不過這個就 depends on 你的需要 有時候需要update 有時候不需要update 不過邏輯上 officially應該是這樣來做 ok 也就是如果你不做任何優化的話 這樣做絕對不會錯啦 就是基本上你每算完一次就update這個memory 絕對不會出錯 ok 可是呢 你的code就很沒有效率 所以 compiler呢 會再做下 把這些不必要的資料搬移呢 盡量把它去掉 ok 好 那所以說 我們official的變數A B C的位置呢 是在我的記憶體裡面的位置 0A 0B跟0C 他們剛開始的數值呢 是3 9跟0 ok 好 那你還需要什麼樣的數字 就是需要的事先存起來 你其實還需要個1啦 為什麼需要1呢 因為那邊有個and1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那1要放哪裡 那因為這個1呢 跟這個英文數字 當然你要放001也可以啦 不過我們現在把它放01 ok 這個地方放0001 你其實還需要一個數字 這數字是什麼 16 為什麼因為i等於16嘛 所以你需要16這個數字 那16的話就是0010嘛 對不對 那這個放哪裡 我就把它放0F 順便放哪裡 好 這是我的data的部分 我把資料大概準備好了 接下來我就可以開始進行 我的程式的部分 對不對 那一樣呢 你要先把這些資料呢 這些變數啦 常用的變數 你要allocate一個位置給他 那你會用到哪些變數 A B C嘛 對不對 所以我要給他一些暫存器 那我就呢 我的規劃是這樣 我把這個 A這個變數呢 如果他在記憶體裡面 就0A 如果他的暫存器呢 就放在RA 這很合理嘛 對不對 那同樣道理 B這個變數呢 如果他的記憶體 他就在0B 如果他的暫存器呢 他就是RB 同理呢 變數C呢 會放在RC 好 除了變數A B C之外 你還需要什麼變數 你可以看到右邊裡面 還有I這個變數 I這個變數 所以一樣你要allocate一個空間給他 那其實你就找任何一個 沒人用的都可以啦 那我們這邊呢 決定會把這個I呢 放在R2 就I這個變數 這個是我的選 我選的啦 就是說 只要沒有人用都可以放 那我選R2啦 OK 那再來呢 因為E這個常數 這個數字也很常用 所以我可以呢 把E這個數字 這個常數呢 放在R1 OK 這是我的一些 有點像是我的 Regist Location 我怎麼樣去分配我的暫存器 所以我這邊我暫存器 R1放1 R2放I RA放A RB放B RC放C OK 所以以後我講到I就是R2 我講到A就是RA 大概就是這樣 OK 這是你自己選擇的 你有16個暫存器 扣掉R0不能用 你有15個可以用 15個隨便你怎麼用都可以 那這是我們決定這樣做 因為容易記嘛 OK 好啦 都準備好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開始 來寫這個code 那一開始你現在把一些 需要的資料呢 把它呢準備好 哪些需要的資料呢 就比如說呢 要把這個 A變數準備好 也就是說你要把3 搬到RA 就是把位子0A的內容 搬到RA佔存器 把變數A準備好 如果在我們的這個C裡面 因為C裡面會有這一行嘛 對不對 A等於3嘛 A等於3 那A等於3這一行 翻成Towing Machine的Machine Code 是什麼 就是把位子0A的內容 就是3 搬到佔存器RA 好 那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指令 把資料從記憶體搬到佔存器 這是一個RODE指令 那RODE呢是第8號 8 第8號指令是LODE 然後它是Format 2 然後呢 我們要從哪個位子搬 要從位子0A搬 搬什麼 搬進來以後搬到哪裡去 搬到佔存器A 所以就8A0A OK 8A0A就是從Memory0A 的內容把它搬到佔存器A 那Memory0A內容現在是3 所以做完之後呢 佔存器A的內容就變為3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 同樣的道理 下一行是B等於9 B等於9這一行怎麼翻 跟上面一行很類似 是一個RODE的指令 就是8B0B OK 那下面一行呢 就是C等於0嘛 就這一行 下面一行做C等於0 所以呢 我就做8C0C OK 這個跟課本 跟那個投影片裡面寫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效果是一樣的 我說無所謂這樣寫就可以了 OK 好接下來呢 本來我應該做I等於16啦 本來我應該做這個 可是呢 這邊有個常數1我會用到 好所以我先把這個常數1準備好 所以呢我這一行呢 我先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呢把1呢 就是放在01這個內容呢 放到R1去 我要讓我R1放1嘛 因為1是一個我常要用的常數 你不能一直放到記憶體啊 因為1這個接下來 比如說你這個1呢 要拿去做什麼 要拿去跟這個B呢 像右邊需不需要挨個bit 以後做end 對不對 所以這個1呢 必須要放某暫存器 你才能夠去呼叫第三號指令 做end 所以你必須要把這個1呢 放到R1去 基本上就是把1放R1啦 那我現在怎麼做呢 我就相當於是一個8101嘛 對不對 做完這個之後 R1就等於1啦 這個1呢是從位置01來的 OK 好那接下來就可以去做 I等於16這件事了 I等於16 那這個都很類似的 這個I我們是要放R2 所以呢 820F OK到這裡為止 我基本上把所有資料準備好了 就讓我 相當於我讓A等於3 V等於9 C等於0 R1等於1 然後呢 I等於16 像R2就是我的I啦 R2等於16 OK 好那接下來我就可以來做這個回圈要做的事 那因為我I從16開始 那本來I是15對不對 所以我們這邊談的I呢 其實是減掉1以後 所以我基本上把這個東西稍微往前搬啦 前面先做了 要不然以後我談I呢都會差1嘛 因為我I現在把它往前提1個 為什麼 因為我把大於等於0改成大於0 所以我本來裡面談那個I 是從15開始 可是呢 我現在的I從16開始 那怎麼修正這個問題 我把這個I減減往前 先往前搬 回圈一開始我就說I減減 那基本上就 就把它從15開始 OK 所以我把這個I減減往前搬 所以我一開始呢 進入回圈的第一件事 我做的是I減減 然後才做那個回圈裡面要做的事 好那I減減怎麼做 也就是說我現在想做I減減 那I減減是 I是誰 I減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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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減減減 I減減減 要把誰減掉誰 把R2減掉1 1在哪裡? 這R1 所以要把R2減R1 把結果寫回R2去 減法是第幾號指令? 第二號指令 所以就是2221 因為這是R2 這是R1 這是R2 這個減法是不是2221 所以一開始我做了一個 2221 意思就是說 把R2的內容減掉1 只要讓你做I減減 R2等於R2減1 R1就在放R1裡面 做完I減減之後 我開始做迴圈裡面 迴圈裡面要先做什麼? 我要先找出BI來 就是B的第1個bit B的第1個bit我要怎麼做呢? 我要先把B向右邊shift I個bit 向右邊shift的是第幾號指令 第5號指令 OK 所以我接下來這一行想做的呢 是 把這個B 向右邊shift I個bit 那B在哪裡? RB 那這個shift I個bit 那這I在哪裡? R2 結果要寫到哪裡去? 那結果要寫到哪裡去? 你要另外找個暫存器先放的 OK 還沒有用暫存器 那最合理就是第三號 因為1個2我用掉了 這是3號 所以我相當於要把 第1號暫存器 向右邊shift R2暫存器的內容 把這個結果寫到R3暫存器 那我做的是向右邊shift 也是第5號指令 OK 沒關係 所以我先做的是 第6號指令 我先講錯了 向右邊shift的是第6號指令 第6號指令 然後呢 我們說要把誰shift 把RB暫存器 shift幾個bit shiftR2暫存器的內容 結果寫到哪裡去? R3暫存器 OK R3暫存器 這邊可能還是要改一下比較好 我應該先做一件事 再做R3暫存器 所以我先把它擦掉 不是全部擦掉 看一下 好像沒辦法救回來 好 不過沒關係 前面大概都還記得 我從10 我把10這邊大概寫一下 R1的話是8101 然後我做的是 I等於 I等於 I等於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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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等於16 是0f 8 OK 好 然後我們說 第5這一行呢 是 2221 這行就相當於 我們說我們先做 I等於 I減減的意思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 本來邏輯上 我應該先做這個 不過呢 因為我倒會用到這個 所以我們是 其實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 先做這個 OK 當作未必是最有效率的做法 為什麼呢 因為你也許 不會用到 這個 A呢 像左邊 shift Ibit這件事情 對不對 不過我們現在 我們 就我頭文明上面寫的程式 我是這樣做 先做這件事 不過邏輯上來講 這件事不建議要先做 因為不建議會用到 可是這件事如果不先做 就表示你在衣服裡面要做兩件事 衣服裡面要做兩件事 好像也不是什麼太壞的事 OK 好吧 我想我就 我就不管 投影片上面的程式啦 我就直接照我們的邏輯去寫 好 那我先不做那件事 我就還是一樣 跟剛剛一樣 我先做B 向右邊shift Ibit這件事情 OK 向右邊shift 是第六號指令 然後呢 B呢 在哪個暫存器 在RB 那I呢 在2號暫存器 結果要寫到哪裡去 那我們先放R3 也就是說呢 我現在R3的內容呢 是這個東西 OK 這樣應該可以嗎 好 接下來呢 接下來呢 我要去把這個 這個東西呢 再跟E做End 比如說我把R3 去跟E做End 那E在哪裡 E在R1 那End是第幾號指令 第三號指令 OK 所以我需要做一個End 把誰跟誰做End 把R3 跟E E就是R1 做End 結果放哪裡 一樣你要找個暫存器給他放嗎 OK 其實如果現在你要放回R3也可以 因為R3基本上不會再用到 不過我們安全起用放R4 反正我現在暫存器很多嘛 所以我把他放在R4 就是R4的內容是什麼 R4內容其實現在就是BI B的DI 就是B向右邊shift 再跟E做End 結果 所以我做完3431之後 我現在的這個 R4的內容就是B的DI個B OK 那再來呢 如果他等於1的話 我就做下面這件事 可是我沒辦法判斷他是不是等於1嘛 對不對 如果不是1就是0嘛 OK 所以他應該說如果他不是 他不等於0就做下面這件事 那反過他他就等於0了 就不要做這件事 對不對 那我只能判斷他是不是等於0 所以 我接下來是第幾號指令 第C號指令 C是判斷Branch 0嘛對不對 那拿誰來判斷 拿BI來判斷 拿4來判斷 如果他是0的話 表示我就要 跳到一個地方去 跳到哪裡去呢 我還不知道 我只知道呢 我跳到那個地方去呢 就是讓我不要去做這件事 下面這件事 這件事就不要做 對不對 所以他都跳到這裡去 這裡去什麼 我還不知道 因為我不曉得中間 要做那件事要寫多少行 所以我只知道我要跳到那裡去 可是我還不知道那裡是什麼 OK 如果BI等於0 我就跳到那裡去 如果不是呢 那我就要做那個方框框裡面做的事 就是C等於C加這個A 向左邊Shift I個bit 所以我接下來就做那個方框框裡面的事 那做方框裡面的事 我基本上要分兩步來做 第一步呢 為了要算出呢 這個A呢 向左邊Shift I個bit 會是什麼 好 所以向左邊Shift 是不是第五號指令 對不對 那誰去Shift呢 A A在哪裡 在RA 那I Shift I個bit I在哪裡 在R2 結果起來哪裡去 一樣 隨便再找一個空的 那我沒有放R5好了 OK 這D9 E9 所以R5呢 就是這個 那再來呢 不是20喔 接下來是EA 那EA這檔放什麼 C等於C加R5 那C在哪裡 RC嘛 所以是一個加法 第一號指令 就是RC 加R5 結果寫回RC OK 好 所以這兩行呢 就做了這個方框 對不對 裡面的4 也就是說 E8行說 如果呢 我現在呢 R4等於0 那麼我就不要做下面這兩件事 那我就跳到哪裡去 EA的下一行是1B 現在我知道了 這一行是1B 所以這邊呢 就是1B 也就是說 這裡就要填1B OK 也就是說 如果 R4等於0 就BI等於0 我就不要做這兩件事 我就直接跳這裡來 那這裡要做什麼事 這裡這邊要回圈就結束了 所以它這邊就是那個Wile 你要記得的話 就是那個Wile I大於0 如果I大於0的話 就回到 回圈的剛開始 回圈剛開始在這裡 也有15這裡 OK 所以我現在有判斷 I是不是大於0 那I在哪裡 I在R2 那是不是大於0 就branch positive 是第幾號指令 D 第1號指令 OK 所以我用D1號指令 用哪個暫存器來判斷 I I在哪裡 在R2 好 如果大於0 要回到哪裡去 回到15去 OK 那否則的話呢 就往下去去做了 就離開回圈 也就是說呢 I 小於等於0 你就會離開回圈 就進行了1C那一行 否則的話呢 就回15去 繼續進行這個回圈 OK 這邊我就形成一個回圈 就是一個do while的回圈 在這裡 OK 那這邊呢 這邊的話是一個 If then的一個條件的判斷 OK 這大概就是 這整段call 當我離開的時候 離開這個回圈的時候 我的C裡面的內容呢 就是我的成績 RC的內容就是我的成績 那接下來你就選擇要怎麼做 你可以把它印出來 或把它寫回 記憶體去 如果你決定把它印出來 那麼呢 你可能就會寫 1C 把它印出來 就把RC的內容 印在螢幕上 這是一個store的指令 是第9號指令 把RC的內容 印在螢幕上 就變這樣 9CFF OK 那你這樣 跑完之後呢 螢幕上應該會印出呢 27啦 27的16就會表示法 大家記得的話呢 是16加11 所以是1B嘛 所以你就在螢幕上看到001B OK 如果跑完的話 又看到001B OK 這樣可以嗎 這就是一個 比較有效率的 我們講二進位的成法 OK